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货字 货免的货 货字的国语注音是 喝卧货四生货 货四生货 货就是通谷 所谓通谷呢 就是中间没有阻碍 前面能通的山谷 是指长江大河中途 所经历的山峡而言 根据这个意义 可以引申出来很多用法 如豁然是开场的意思 陶前桃花源记中有 初级霞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是说 由狭隘幽暗 一变而为开阔明亮的意思 霍又做畅达讲 如礼记大学篇有 一旦霍然贯通烟 也就是顿然领悟的意思 霍达是说人的心胸开阔 气度宽宏 霍免就是免除 像因为灾欠而将人民应纳的钱税减除 或不追旧欠 这就叫霍免 而各国的驻外人员 所享受的外交特权中 也有特别霍免权的规定 霍又当掉落奖 如韩玉晋学节有 头疼齿霍的句子 是说 头发没有了 牙齿也掉落了 霍字在某些场合要读霍 我语注音是 喝窝窝 一声霍 是霍字的语音 如在田中撒肿 就叫霍麦子 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感情的冲动 而不顾成败的去干 就叫做霍出去 如大陆同胞 霍着性命 投奔自由 霍这个字还念滑 国语注音是 喝娃滑 二声滑 滑拳 就是猜拳 做酒令 又做这样的 滑拳 和滑拳 霍还可以念 喝 国语注音是 喝恶 喝四声喝 是宽敞 明亮 如这间屋子 又凉快 又喝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豁出去 不可以念 霍出去 而喝凉 也不可以念成 霍凉 请您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 就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 孩子 吴 早 雨 maze 不